講完絕對雙癮,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同意這套是《四天王》中最刺激的那套 我覺得絕對雙癮會加少少 《四天王》是劇本加分量器 但這套和劇本加分量加分量 最後一套《四天王》就是《聖劫師》的禁酒勳唱 首先的名言大家都知道 我想起來了 本貴最強潮話 我又想起來了,我又記得回來了 不是,每次出生必殺技的時候 這句是口號 不是,阿虹有危機就說 多拉A夢 有危機就說,我記得回來了 一樣道理 在頭三集裡 對著一條有十個頭的九頭蛇 九頭龍還是九頭蛇 總之他有多個九頭的生物 九頭蛇不種 不是,他的類別是九頭龍,不代表一定是九頭 不清楚這件事 有亞種這件事 然後主角因為解決了老級的災害 有人想提升他成為S級的救世主 就派了一個美國支部過來的S級的救世主 試一試他 看看是否真的有S級的程度 當然在第一次交手的時候 主角就叫做S級這位的救世主 奧德華 奧德華就說 其實他也不是很特別 他也看不出我用超速度去買個身 當然這個我們待會最後會說 我覺得他的槍戶其實是雷德交不來的 他也不是那個速度型的 你知道嗎 一向都是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 快是最重要的 本身就是其實 叫做日本支部這面 除了分部長之外 這個女主角阿哥 用魔法都說 靖奶 靖奶 靖奶的阿哥 其實不想他升做S級的 跟著中間裡面 其實他是想他的妹妹 就可以去美國支部那邊 去留學 修練 不是阿哥 他想出頭地 用家妹 拿著數 很正常的 家族的地位 當然 靖奶本身也不想 阿朱葉就升到S級 因為升到S級之後 就會沒有人身自由 誰說的 我不覺得 我覺得華記複雜 很開心 他說到 他們要出國 是要有很多申請流程 當然申請流程的事 當然不會做給你看 我不覺得 之後有時候 自己去都會 總之升到S級 就會有很多麻煩 會找你 很多女兒去找他 當然你說 在這個位置裡面 其實經過了 這一節就會是兩個S級的 舊世子的對決 其實都不算是對決 互相探 探望對方的底細 在這一戰裡面 其實最有趣的地方 在於是什麼呢 主角 記起他的前世 記憶裡面 就是 他保護不到他身邊的人 心敲 然後 然後 為了不給這個 淨乃 給這個 美國 愛德華 帶走 然後再次挑戰 這個愛德華 然後 他用了我想起來 那招 是想起了什麼招 這一招有趣 這一招 這一招是一招全範圍的 港味攻擊 這一招的港味攻擊 就會令到 方圓N里的範圍之內 所有生物 都會 冰封 結冰 真的會死 而 剛好他出這一招的時候 靖賴其實是在他方圓N公里以內 不要緊 那個狼狼說 放了結駕就沒事了 你也能夠證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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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拍 開開學校打電話 問靖賴你在哪裡 然後 駕駛駛駛駛 到他家裡 然後他怎麼來呢 他會搭車來 告訴你 這個很厲害 所以加轉移 愛德華見識過這個主角的實力之後 朱葉的實力之後 他都強烈推介他成為S級 然後又找到七條牟利 有七條 我想五個 五個不同地方的支部長 還有七個 也是有S級的 衛街的救世主 然後當然 有人反對 有人同意 日本和美國就是一路的 俄羅斯肯定是反對的 俄羅斯肯定是反對的 然後還有一個 不知道誰是反對的 剛好 在他們的修學 修學旅行的時候 又遇到一隻 超老級的 蟹 我覺得應該是蟹 一塊 他不是打滑行的 肯定不是蟹 蟹會山蟲嗎 他不是打滑行的 打直行的 那監獄 虎蟹 OK 他打直行的一定不是蟹 你告訴你 為什麼 不是在那裡打直行的蟹 蟹就是打滑行的 其實這一節 其實這裏是頗有趣的 當然支部長說 既然他有這樣的實力的話 為什麼他們的爭吵中 專業是不能夠升S級呢? 原因是專業太快 日本支部長用一個很有力的理由 一個有實力對付老級的理由 他有實力的地步是什麼? 我連準備攝影機幫他拍片的機會我都沒有 他就殺死了一隻怪了 正常的 你要升級有證據 證據都錄下了 打了三日戰艦 我升你就紅手升馬沙達 這裏沒有 日本支部長這個理論 我真的無法播放 他太快 一個人太快 幾十秒他就搞定了 我CAMMAN 還沒設定 他就搞定了 那我沒辦法 我沒理由 我又不可以叫一隻東西起來 不好意思 Angie 八個 是沒有這個選擇的 沒有辦法 這個理由 總之遞不出一個證據去證明主角真的有能力的升級 愛德雅就說我和他打過他的實力 我覺得他是有什麼資格 他就說你打過? 有沒有人看到? 沒有 這個世界全部都講證據 你只要遞不到證據我就不信你了 正所謂有圖有真相 整班人很冷靜 我拼不到他 我覺得他很合理的 當然 剛巧來了一隻超老級了 現在 現場直播 我們看看他有沒有這樣的實力 去戰勝一隻超老級的怪獸 那就決定他有沒有能力升做S級了 那在這個叫做黎明之劍 是 日本之部主角的組織 別笑 上面叫他們撤退 如果他們撤退走了 沒有人打一隻東西就完蛋了 有什麼事呢? 我相信藍主角一個人都可以的 我猜而已 實際實在不知 他們說得那麼放心 留在現場會打個怪獸 好像沒有說過 最多是放棄他賭 他都放棄他 他都放棄他習慣了 做不到的事不要勉強 是啊 救世之劍的人 他們來這裡是為了 他們的修學旅行是為了什麼呢? 提升實力 就是很典型的集訓 出的題目 部長真的是部長 計他那一句 我做的事正確 只是你做的事比我更加正確 的根據之外 他出了一句 今次修練的目的就是 你們隨便訂個目標給自己 你覺得OK就OK的了 自修了 不是啊 一班正常 精英學生是可以自修達到成功的目的 是廢學生自修去玩 如果我自修成功的話 我就不用來這個修學旅行 你如果是習慣的話 應該是為了提升 就是你有目的 但是你習慣然後說 我們今天上課 我們今天上課的課是自修 我先走了 自修 自修 那你來修學旅行為了什麼呢? 喂 泳灘呀 泳衣呀 明明呀 說完了 那些不是修學旅行嘛 修學旅行最重要不是這個東西 那些不是修煉 那些不是 所有日系撲衣片裏面 修理行就是穿泳衣給人看的 明白嗎? 明白嗎? 大佬 那要給你一集看吧 OK 我們說回那隻超老級的怪獸 當然我們 急不得不提 我在這套東西裏面 我是很佩服部長的 部長就定了一個 作戰計劃 每一個成員都參戰的時候 首先就是分了三批 第一批就是在海灘中攻擊敵人 然後再有兩個崗位 第一個崗位就是部長自己親自擔任 就是龐酵刺激 然後就說正面我們需要找一個人去對付他 那誰呢? 很簡單 這裏面只有你是厲害的 有能力的 那當然是你了 難道是我嗎? 其實他是不是收了這個日本支部長的命令 要去試一試 女主角角妹就定了他要 比他一位學者的速度更加快 部長這個不信息 部長的 他定下的目標是什麼呢? 我只要慢慢追趕阿朱業就可以了 嘩!他已經說烏龜了 我盡量追趕 這個字是 有可圈可點的 盡量 奇怪 就是盡量 不是盡量 盡量自己人盡自己能力 盡量也沒辦法 那當然 這一場戰役裏面 其實就是阿朱業 也是我們說這一套作品 打敗敵人 並不是靠主角當前的實力 主角的實力是來自於我想起來了 的記憶 就可以打敗他的對象 前世為了 你的記憶有多少? 你的能力有多少? 你的記憶如何? 你的記憶有必如何? 你的記憶有必如何? 你連這些普通的所謂的舊勢主級數都能夠對付這個 那些人是叫Top A 級的嗎? 給點面子吧 別人也叫做舊勢主 B才是不行的 當然是退後面了 最終就說 打贏了這場 這次有圖有真相 這次就說 我們就決定升他做S級 但是 鑑於他還是一個學生的關係 所以就 等他畢業之後 我們才升他做S級 其實這是不知道什麼道理 不過算了 他喜歡這樣說就這樣說 然後 俄羅斯部長就不強了 就說 給你這個人有圖有真相 然後他就派了一個 專殺救世主的救世主 真是複雜的 他究竟訓練了什麼人出來的 你這個武器是S級 是很有趣的 一個專殺救世主的救世主 他還說不是救世主 不是呀 問題是你殺的武器是S級 你是不是S級 你是不是要殺他呢? 他殺他也是叫做動之以情 等他對這個殺手有了感情之後 就下不了手 那何關事是殺手太愚蠢了? 是 呃 人 最能夠為他製造藥點的就是感情 暗殺救世 我明白的 那當這個其實最終是因為感情超額到一個地步 就是最終他都下不了手了 他超禮的 他輸了給這個主角的三萬力場 猜不到這場 他是專殺救世主的救世主而已 他不是專想救世主的救世主而已 那是有兩個不同的差異的 OK啦 然後主角就因為覺得 俄羅斯這個S級救世主 雷帝太不人道了 對付這個 培育這個救世主的方法 那就發中了一場不死一個人的戰爭 哇 那名字很偉大 不殺啊 那麼深啊 不殺 基拉人 有個基拉出來 這些 這些就是救世主的典範 你真是 他不蓋前 成計了前兩世的記憶 一個說 不傷害不殺害任何一個人 對雷帝發出的戰爭究竟是怎樣打呢 阿朱葉就是 去到每一個俄羅斯的分部裏面 就打敗那個分部長 等那個分部長 他就回去跟雷帝說 即是叫做宣戰 不認識 但他又不會殺過分部長的 因為他是不是都死的 因為分部長被雷帝殺到分部長的 救世主的名號是要是 是不殺害一個人的戰爭 其實我不殺而已 對 他沒有說過 那你殺我 你殺我 我阻擋不了的 沒有的 我真是 我放過他一命的 這些 但我算了三百六個 雷帝發一定會殺死你 現在落殺手的不是我 我還持有這個大義在我手上 你怎樣救我 主業厲害的地方就是 第一個我當你不知道 第一個你還是抱著這個 不殺害一個人的心 去挑選這個分部長 然後因為愛德華就派了他的部校去幫助主業 然後有這個情報網的關係 就是說 我不相信這個情報網不會告訴你 你之前打過那個人 其實被人堆壞了 那當然可能是 我不知道 聽不懂 不是很清楚 因為他來純粹一個監察官 其實也不算是一個直接幫助他 其實他是在情報上 和州居勞頓 安排 安排三餐 住宿 等等 不知道什麼特別服務 那類的東西 平民七屆只有女生 正常的 真的沒事的 那在這一個 裡面 他又打牌了很多分部長 很多分部長都被 因為他而死 因為他所謂的不殺害一個人的戰爭 而死 不是 第一個沒有回去同理隊報告 就沒有死了 離開了 然後很多分部長 說 不行 這樣搞化 他們逐個逐個來 他們就聯合在一起 對付這個主業 就說我們是有死 不是有死 我一對一不夠你抽 我不相信八對一也不夠你抽 就在某一個分部裡聯合對付他 他看著雷底發鏡 出咒語 他站著不動 等他出咒語給他中招 這個東西很進來 就是對方練一咒的時候 你是不要動的 要等他練完咒給他中招才可以 全部都是 因為他第一次見 他不是聖鬥士 不是聖鬥士第一次都會中招 他練了幾分鐘 你是不知道什麼理由 當他中了雷帝的絕書之後 變了碳 碳紅色的口身 味道黑色 還沒有燒焦 但無緣無故 俄羅斯的分部長就救了他 為什麼呢 其實是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你說 他在前面被報了一絲 就是在雷帝殺一個 第一個被打派的分部長的時候 他眉頭刺一刺一刺 好像是很不忍生 然後他就爆了一個設定出來 說其實 我們都很不滿這種狀態 如果你肯幫我搞定雷帝的話 我是不介意大路的 哇 反骨了 開始要反骨了 那些人都要反骨了 還有雷子軍隊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劈雷 一個人重複了一千次的戰爭 好像說什麼 一個人對一個人 叫一對一是OK的 這個前世就是 習慣了一對多一個軍團的戰鬥 說一對一是一千 就是一個人打千次 一個一個打千次 分別是大佬 不是 他說的就是 他是習慣了 怎樣去以一個人 去對付眾多敵人的戰法 他前世的 他前世裡面就是 他白鐵的能力 那個王子的時候 會擅長去玩這一種戰術的 就是他很擅長這件事 OK了 那麼打到差不多的時候 然後 所有其他主角的同伴 就經由一個傳送門 然後就傳送了過來 這個地區 好像這樣就沒事了 為什麼不可以接手呢 然後厲害了 雷弟之後就說 我要出招呼這個雷之巨人出來 然後跟著 當然 剛才那隊 用雷形成的軍隊 就交流給主角的好同伴 和俄羅斯的名將 叫了一群集羽出來 跟他混合了一群雷獸 跟你玩的 是打輪的 對 這一節裡面 厲害了 跟著這個雷之巨人出來之後 就是主角就說 他又發揮就是我們 慣常的對白 我想起了 他想起了什麼呢 他想起了一招 十四階的禁咒 而重點 而重點在於什麼呢 這一招禁咒 是水屬性的 就是一個由類型性的巨人 他召喚了一招水屬性的水蛇 而重點在於什麼呢 他之前說過 他要保衛他的同伴 然後跟著呢 這招水屬性的絕技 的前奏招式是什麼呢 首先是會水浸 浸住了一個雷之巨人 那大家 如果一個稍為有 文理知識 的人會想到什麼呢 通電 純水不會通電 但是你這樣碰 泥地之後應該都不是純水 你覺得 當然他的保護方式很偉大 就是 摘滿一堆水出來 全部人都浸了 雷之巨人同樣浸了 但是沒有浮板 那些人說我不會游水 你自己搞定 但是沒有通電 那些同伴說我不會游水 你自己搞定 就是 因為後面有者 就要浸了 說不定被雷劈死 都不夠被水浸死 我也是這樣說的 他不用理下這範疇 水蛇對於雷之巨人 其實是 見野 雷之巨人 好像 召喚出來雷是沒有實體的 水也是質量 但是他們是可以纏著對方 像纏著一個固體 大戰三百回 的物體 當然你不要理 為什麼水贏了雷 這件事 在屬性上來說 不知道為什麼 等級的差距是很絕望的 不是 雷是沒有實體的 你閃電 不是 他那隻可能是等級一的雷之巨人 但是我召喚出來那隻是等級三百的水 他就是同街位的禁咒 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召喚了水蛇 在一個不通電的情況下 他就打贏了雷帝 雷之巨人 然後在雷帝面前 雷帝就說 我說我看 你可不可以放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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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男主角就生氣了 好吧 我放過你 你以後你對你的部下好一點 他的部下還不一樣 好像全部都走 他去敗北記 應該全部都走 有兩件 我跟了阿珠去日本 然後有兩件 有兩件就走了 那部下都被殺了 你都輸了 我為什麼還捐你 有些被殺了很多 有些已經跟了阿珠去 那這個 我就是主角的戰略 她走投無路的時候 就唯有走投主角 其實我想他是直接攻略蠻蠻蠻 當然算了 但是應該會 如果你說 絕對相印是 教科書的話 這一套作為教科書 就真的不合格了 要做的事情就完全沒有做到 這套東西就是什麼呢 告訴你怎樣下一份零分的卷出來 都很難的,你不要開玩笑 下一份零分的卷 你需要什麼呢 你需要熟知所有問題的答案 不知道他真的這麼厲害還是他去碰口 不是,應該是他爸爸出了題目給他 你做一份零分的動畫出來 我不知道是動畫組的問題還是原作的問題 沒有看完就不知道 動畫輪動畫就是這樣做 最後他用了一條龍的出現 在日本那裏 突然出現 原來這條龍就是殺死前兩世的豬葉的兇手 這條龍很厲害 最初你看到這條龍好像不想讓豬葉回去 豬葉回不來 現在我們習慣要打 這麼奇怪 但那條龍的目標是怎樣 沒有豬葉回不來 要等豬葉回來才會正教 那你一開始叫他不要回來做什麼 首先他有兩個有趣的地方 首先因為這套東西的設定裡面 所有人是所謂有固有秘法 什麼叫固有秘法呢 即是專用必殺技 原來有這個是什麼 而所謂的固有秘法 就是因為只有那個人才能出 那你就要看到 究竟豬葉為什麼可以回來 本身就是 校長先生 就有一個必殺技叫做傳送門 而他在唸傳送門 唸到一半的期間 他就躺下了 然後他就叫一個 不懂這個傳送門 不顧有秘法的人 你幫我唸 你幫我出那半招下去 雖然未有史前的例子 但你應該可以的 我相信你 最多都是不行 最多傳送不到死 你不是不試一下吧 我現在回答比較快 但是算了 傳送了朱葉回來 然後朱葉就記起了 原來這條龍就是 前兩世阻礙他 繼續想著可以開口供之道的那條龍 不是的 他前兩世很專一 我記得 不是 他可能是想著 溝點了那條女孩 再溝下一件 但就死了 怎麼可能 你不要把莫須有的罪名 安在男主角身上 你不可以這樣的 OK 好 今世裡面 其實那條龍的目的 其實那條龍的目的就是 我想他是看不過眼主角 每一世都有女 可能這條龍是沒有女的 找不到龍女 對 找不到龍女 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了龍 沒有獨中路了 有沒有D能力呢 這個世界有沒有 有看到男主角 嘩 後宮高到 你這傢伙真 小小都有條女 條條都這麼索的 我不妥理 OK 還不索 我覺得這條龍 應該轉頭另一個棚 應該去法夫納那邊 是 是 就是有女的了 不是 不是 頭再爬沒有辦法 也要演下去 他的爭恨 他為了什麼呢 每一世都要 為了等主要保護他最重要的人 就是在他面前殺死他最重要的人 等他跟病相連 那就是好笑 是開頭特定是出現法國日本的 你要在他面前殺他的外人 要等他回日本才能殺 那就是 這個程度是麻痛了你 這個程度是麻痛了你 那 可能很多人 殺了線 應該說他是想 等他保護不到他最重要的東西 不知道學校是否他最重要的東西 那 所以才破壞了學校 所以 那些人說 那條龍好像不認真 打得我們這麼誇氣 應該知道 是G法律星 突然正常回來了 那認不認真的話 很難說 那條龍的東西 你認識鬼 算了 就算了 那也算了 囉 就算了 這一下 дан戰 其實就是第一集裡面的最終戰 就是 那就是 G就是 最終是因為 因為 而 最終是 那兩位的 後功會被 被 石化了之後 然後跟著 他就覺醒 不知如何 也 沒人過世那時候 我以為是他有第三輩子 我回想起來 你第三輩子是賣錢盛來的 我回想起來 他每一節的情節都是對付強敵 打一陣不夠打 然後他上一輩子的記憶就會恢復 而這一套裡面是沒有主角同伴的事情 在另外三套《魔法四天王》裡面 同伴還有那麼多的表現機會 這一套裡面是沒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當主角一說 我想起了 然後其他人要走 糟糕了 快點走 又是地圖攻擊家 其實四套裡面犯了同一個毛病 他們將所謂修煉的情節 他們偷得很薄 薄得是懷疑他有沒有修煉過 他連帶也沒有帶過 動畫提也沒有帶過 好像幾個月效 為什麼修煉 我前世會被武功我的 我前世念了 不是修煉怎麼記起前世的東西 他不用修煉 他危機時會出現 不用修煉 他就是他需要的面對就是 他剛才對那隻怪怪屬性和能力的絕招 是剛才我記得還是會說記錯 其實四套裡面 都是同一個毛病 他是有一種 是為了作者寫到 我想不到怎樣打贏這個對手 我又要加一些新設定 不用加新設定 是用他這個設定 你心會的就是 無次元執行能力 然後 統合無盡就是什麼呢 交易吧 朋友交易吧 龍樹給力量 伺我力量 你無次元執行 至少你擁有用先 你統一 統合那裡 你交易之後 之後用得回來 之後用得回來 有能力 這跟不同 這跟每一次有新的絕技 新的絕招 之前用的絕技 就是每次用的 絕對傷人的 絕對傷人的就是靠什麼 我拍藥我超強 那個等級的那裡 其實靠拍藥就能夠做得到 沒錯 他需要的時候 其實插到整頸都是針 他就很改型 對 真的什麼 不敢拍多一次 真的不敢拍我 不行 再拍多一次 那你就變成一個輕貴型的男主角 一看就知道厲害 他是要升級的時候 他就可以升級 這件事都是說句 其實一直都在說 你不是危機感沒有 其實你知道根本就是 我不說主角會不會輸 你肯定知道就是 主角的力量提升 並不是在於他的智慧上的提升 是在於純粹是一個壓動性的力量 而你那個主角就是 他根本沒有心 他不會是獲得某些東西 而他付出了什麼很特殊的代價 這些代價是很輕便的 你都看到幾套裡面所謂的代價 那些記憶代價 我忘記了跟妹妹發生什麼事 又不是 忘記了什麼吃飯 忘記了什麼柯尿 你真的 你真的 你有沒有這樣 很可憐 記憶講到好像被你說到一文不成 那樣的事情 絕對相信那裡 打針是沒有副作用的 那我狼狼 和你認識藥 也不會有 我記起這個 老實說 你會不會從你前世的記憶混亂了 根本你分不清楚 現在你是自己還是那個人 你很大都給我這些東西 而這套東西裡面 所有人都沒有這個混亂 所有人都覺得 我前世想這條仔 就是想這條仔 我有前世的記憶 根本在他的世界 根本是不出奇的 是會完全遮蓋了你現世這個人的記憶 你現世這個人是什麼 我只是前世的容器 我這一世的靈魂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當前世的靈魂 覺醒了之後 就會recover了我今世的靈魂 是 簡直是 你給不到 如果你開學做這個設定 我相信其實是說 你當然會有掙扎的大哥 我前世可能是一個很耗血的人 我今世其實我見血 我會吐 你這些 你這些 你就是很矛盾 你這些角色 不會的 他們記憶是記憶回前世的 招式能力 至於你記憶的關係 你其實不需要 當然不是的 如果是的 妹妹怎會喜歡阿哥 沒有可能的 你解釋不了的 不是 是主角變成阿妹 沒有關係的 阿妹也有阿哥 阿妹是因為前世的記憶 而她喜歡阿哥 她也表明了 其實她一直都是一個人 直至她有前世的記憶 她發現 原來我喜歡 原來我喜歡 我前世的阿哥 然後我就是為了找回 我前世的阿哥 才說 行了不用理了 我不用你今世的人品 你有沒有作家犯方 你有沒有殺人放火 什麼都不用理 總之你前世 你是我阿哥 我就喜歡你 哪有可能的 大哥 是不是超越了少少 你沒有前世的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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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代入不了的 那些 一套作品 你是要給我們這些觀眾去感受一下 就是那個角色 究竟 他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故事在做什麼 不是 你前世的阿哥 大哥 無劇都不會這樣做 這套最大問題 根本你代入不了的角色 你不投入 你不投入 你戰鬥 你怎樣做 就算做到天花龍鳳 戰鬥畫面 多華麗都好 都是投入到 不是 整套話說前世的阿靖業 會有交代他的故事 有些沒有的 你見到靖業 不會經常都說 阿 阿 朱業經常都說 難道你就是魔女 然後又說 你猜一下 他會不承認 不知道不承認的原因是什麼 只有阿靖業會因為 前世紀和今世紀的混合 有交代過他的感情背景 這些角色是沒有的 但都沒有關係 如果你有交代的話 阿靖業究竟是說 究竟我現在是喜歡 這個眼前的男主角 還是其實我只是因為 前世的記憶 而我對他有愛這種感覺 你只寫這裏 我覺得你這個故事 你總可以在招式上 說我想起來了 最後就只有我想起來了 三條我想起來了 開別實紀也沒有 可能會比較低 我覺得這樣 好過男主角自己一個開 最後就是三個開 我想起來了 阿靖業我想起來了 然後三條開別實紀 耶 就是這樣 媽掌說 那今週就是我想起來了 這個才是禁語 大絕來的 不知道是九十九階 不知道是 你會說不同國家意見的 我想起來了 你還無敵於天下 還有一段時間 沒有用的 其實是馬田津 你小時候都沒有用的 叫做救世主 其實說救世主這件事 其實他真的救過 是一個地球 就是這個世界的人 又有打掛的人 他們做什麼 自己打自己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英靈 你當他是一個前世 很有能力的人 你不要理這個能力 他是殺人方火 來到今世做了平手 還是拯救世界也好 那 你純粹這樣 但是你說救世主 就是他救過世了 但是 男主角 我第一世都算他 第二世這樣都叫救世 滅世 滅世 滅世就是救世 如果這些東西 已經是救不到他 當然是滅了他 再來 重新來過 那你都是有東西救到 你才叫救救世主 救了職業 前世 死了 好 OK 你講得對 救過兵 解決這個地球的問題 救地球還不是救世主 救世主 救世主 其實不是這樣 我解釋不了 算了 不要就這個救世主 什麼事 好像《別神報》一樣 沒有神 救世主是不是救世 不可以救世 夠喜歡就可以 不是你最緊要有前世記憶 還有我想起來的這個技能 那就OK了 那沒有 這個密碼 所以你不是救世主 我一向都不是救世主 這些 你滅世 我怎麼會滅世 我已經花生了 嘴巴可以滅世的 要知道 這麼厲害 那四天王 大家都知道 這四套 老實說 我覺得 若然你真的想 要排名 浪費你的人生 你覺得 你的人生是時間 老實說 我覺得這四套 他未至於全部 心會是好一點 心會未至於 另外那三套 他的級數就是 我覺得 根本這四套 這幾套是給什麼呢 是給永生生物體的 你真的時間多到 所以說 我們的主持不是這麼專業 這麼競業才可以 你人生裏 你的時間是多到 我沒有東西看 還好悶 沒有東西看都不看 大佬 給我一些廢東西 我看一下也好 好過坐著看著海 他不是叫海嗎 我覺得 才會對這四套作品有型 那三套作品 心會我當放過他 才會對那三套作品有興趣 我覺得你真的很難看下去 真是 珍惜失明 遠離天王 以後被關於魔法 戰爭 魔法戰爭 魔法戰爭 out 做魔法戰爭 對嗎 沒有超越的魔法戰爭 因為他們還被人追過 還沒超過戰爭 但底限是拿來超越的 上限是拿來看的 此力上限 這套 到了這套 四天王 終於完結了 沒錯 我們再去下一套 希望好一點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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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